我們看這一題 他乙之採券他中獎的機率是0.2 甲跟乙各買 兩人各買一張獎券 且兩人中獎與否為獨立事件 求下列各事件的機率 第一個 兩人都中獎 也就是說 甲他有中獎 而且以後他也中獎 這兩個事件是獨立事件 所以是甲中獎的機率 乘以以中獎的機率 不論甲中獎或以中獎 他機率都是0.2 所以是0.2乘以0.2 所以是0.04 再我們看看 第二小弟 他至少中一人 這我就省略了 甲或者是乙中獎 這等於是 一減掉 一就是全部的機率是一 一減掉 兩個人都沒有中獎 甲沒有中獎 而且乙也沒有中獎 那這一減掉多少呢 這是 因為 甲乙互相獨立的話 甲跟乙的那個 那個乙極 就是那個 部極 甲跟乙的那個補極的話 也是互相獨立的 就是甲沒有中獎 乘以呢 乙沒有中獎 好 那甲沒有中獎的機率就是0.8 因為中獎的機率是0.6 所以沒有中獎是0.8 這也是0.8 8外六十四 1減0.64 所以這是0.36 所以答案是0.36 這是第二小D